安平联络处育佛 到场书胜庄严 是很尽心的 可以在这边这个气场觉得很好 进化内心 尤其正直疫情期间更是需要 还有国中校长也来参与 让孩子可以知道说 我们做好自己的健康的管理 还有就是平常 我们可以对地球兴奋心力 为了不让人潮聚集 安平联络处外头还推广蔬食 有志工用生菜卷成蔬菜卷 炎炎夏日更好入口 你有FB吗 有 那你只要上FB 然后帮我们扫QR Code 还有爱苏打卡区 只要按赞就可以领到两张餐犬 我们的一口口语 就是他们的一条生命 我看到这一句金语的时候 我其实心理触动蛮大的 减少口语多护身 不仅体内环保也守护这片大地 大爱新闻珍珊美之工 吴佩杰 郑瑞萍台南报导 大爱新闻缩